圣经中的文史者 东方信使2023年10月28日 人类把所有人文学科统称为文科 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和哲学 于是也简称为文史者 成为一个独立的词汇 它伴随人类文明进化而来 也已完全成熟 其文献铺天盖地 其著作堆积如山 而且已经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 在文明社会 作为普世价值 早已普及到了儿童的基础教育 在实际应用上 常表现为主题分明 却相互引用 如欲甄选出一件最独立 最古老 最普及 最严谨的红篇巨制 那么可以笃定 非圣经莫属 圣经 是由先后四十几位不同国度 不同时代的作者 分别写成的独立篇章 后被甄选 合定而成 虽然其版本一文 会大同小异 却是世界上无可争辩的 最畅销的图书 没有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的价值在于 一 对于信者来说 它是宗教信仰的基石 二 对于非信者来说 它是有具可考的史迹 三 对于文科学者来说 它是个思维的开索要事 四 对于理工科学者来说 它是科学中的科学 一 圣经的文学性 包括叙事文学 诗歌 智慧文学 先知文学 散文等 其第一部创世纪成文于公元前1500年 作者为赫赫有名的摩西大师 最后一部启示录由使徒约翰写于公元元年九十年代末 一 其旧约绝大部分用古希伯来文写成 二 其新约基本用古希腊文写成 三 由于那个时代最流行希腊文 所以许多古希伯来文文稿 后被翻译成了希腊文 四 当基督教被神圣罗马帝国奉为国教之后 统一翻译成拉丁文 五 如今已经被翻译成了三千多种文字 六 圣经通篇诗文并茂 修辞丰盛 七 最常用的修辞方法是 比喻 排比 对账 比拟 用于增加语言的感染力和清晰度 许多现存文学艺术和音像作品都以圣经故事为基础的 另外 圣经还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词语经典 包括成语和绝句 比如 一 三位一体 二 天堂之门 三 师而复得 四 知法犯法 五 为恶报善 六 丧中为谁而名 七 眼瞎人领瞎眼 八 眼还眼 牙还牙 九 不以误喜 不以己悲 对比中国最早的 出自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 上周时代文学作品 如 诗经 上书 楚词 左传 显然圣经更古老 更全面 二 圣经的历史性 包括了古代中东 地中海地区的历史 文化和宗教演绎过程 一 它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人物和文化 二 旧约部分包括了犹太人的历史传统和宗教法律 尤其是犹太人的起源从创世经典到逃离埃及 从约书亚书到迦南征战还包括了撒姆尔记 《猎王记》历代至当史书 记录了古代犹太王国的荣辱兴衰 三 新约重点在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他们记录了基督教的早期活动历史 包括耶稣基督的生平 教会 被害和复活 讲述了门徒们的传教方式和经历 还有使徒保罗的宣教活动 四 圣经中包含了古代中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 包括社会结构 宗教礼仪 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五 许多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已经证实了一些圣经 中所记述的事件和地点的存在 这些发现有助于印证圣经的历史性 从而有助于对其实代背景的理解 对于人类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基因技术已经证实 一 全天下人类有着共同的母亲 二 人类的迁徙路线符合基因演绎 三 人种语言是环境的造就 比如为犹太人属于白人欧罗巴血统 但其十二支派的一支早年出走埃塞俄比亚 虽然未曾与当地人通婚 但如今的他们 长相与非洲土著无异 三 圣经的哲学性 一 阐述了上帝的存在 特征和神性 以及其智慧 全能 慈悲和正义 二 包括了关于道德和伦理的教诲 对早期哲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刻的意义 三 提出了有关人类的起源 目的和命运的哲学问答 以及人类的原罪和堕落 还有对灵魂和救赎的信仰关系 四 主张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 鼓励人们坚守对上帝的无上信仰 同时 还需尊重他人的信仰选择 五 包含了有关宇宙的创造 末世的预言的哲学思想 内容涵盖了宇宙的起源 目标和终结 六 智慧文学经典 如真言 传道书和雅各 包括了关于智慧 人生 爱情和幸福的哲学教导 七 有部分人把耶稣 穆罕默德 苏格拉底 并称古代西方三大哲人 切以为不妥 毕竟他们的思想侧重方向不同 生活年代不同 因而客观上呈现师徒关系 难以隔代同框 相提并论 圣经还包含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 论述原则和教导 一 和平与博爱 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和平 仁爱和宽恕的教导 例如 耶稣基督在新约中强调了爱仇敌 这些教导鼓励信徒追求和平 宽恕和亲善 而不是暴力和仇恨 二 自卫和正义在圣经中 也包含了一些关于自卫和维护正义的情境 例如 以色列人在旧约中与邻国的战争 被认为是上帝指示的行动 以保卫他们的土地和宗教信仰 这被视为正义之战 是出于自卫的需要 三 和解与调解 圣经中有许多教导 关于缓和冲突和促进和解的方法 这些教导包括通过以谅解 调解和亲善为基础来解决争端 四 道德与伦理 圣经也提供了关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则 可以指导个人和社会的行为 从而促进和平 这包括道德的行为准则 如不杀人不偷盗 不做假 见证等 五 反对暴力和仇恨 许多圣经中的文献明确反对暴力和仇恨 强调宽恕 亲善和仁爱 敦促人们摒弃暴力 追求和解 在那既没有私塾 也没有书房的时代 圣经人物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 这恐怕是很多人心中的谜团 尤其是时间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新约 作者不是收税的小吏 就是出海的渔夫 哪怕耶稣本人也只是个木匠 但当年的木匠 个个都是能功巧匠 属于刚需 即使不至于称其为国之栋梁 也得是人间凤凰 哪怕在成吉斯汗杀伐四方 屠城之时 也没有忘记对于当地工匠的手下留情 刀下留人 原因很简单 就是人才难得 旧约核心的核心在于摩西五经 新约核心的核心在于福音四卷 他们都可以连位成书 也可以独步天下 尤其是摩西五经是所有异神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 在如今这般硝烟弥漫 飞沙走失的中东地区 世人应摒弃成剑 解放思想 展开一场立体全方位的圣经释放 必为灵丹妙药 定有降压泄火 消肿止痛的神奇功效